大家好,我是中心社驻加拿大记者于瑞东 现在是2021年5月13号,按照预约的时间 今天我要去注射我的第一针新冠疫苗 那么就让我们去看一下在加拿大接种新冠疫苗是怎么样进行的 好,那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要注射疫苗的地方了 是芬芬多的一副社区的医疗服务中心 有种新冠疫苗的抗抗食者迹发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那么等候时间一到呢 工作人员通知我们可以离开了 现在我暂时没有发生什么不良的反应 刚才呢工作人员提醒 可能在四个小时之后会有一些反应 让我们回去继续观察 疫苗接种呢就结束了 第二针呢什么时候打呢 现在还待定 到时候这个健康服务中心呢 会电话通知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